各位路人甲乙丙丁,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要來綜合以上所有觀念來解一題題目 某土壤試驗結果如下,它給你了 總體積、總質量、含水比、比重 要你求γm、γd、e、s、γsat、γsub 另外還要問你,假設磁土一樣代表的土壤有100立方公尺 若我需要將它飽和,需要加入多少噸的水 還記得土壤性質,在前幾集我沒有說到 它會給你一些乙之樹、求味之樹 這時候你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回歸到所有的六大基本數之後 再依照題目去求解,它想要求的 另外一種是關西式法 可以直接透過關西式類似公式解 直接把乙之帶入適當的公式以後 就可以直接求解 事實上這兩種都可以 我也都遇過這兩種的考生 記憶力非常好的考生 它會二話不說,把所有的關西式全部先抄下來 看看乙之可以帶哪些 但我個人是建議,最好是走定義式法 因為關西式法,考試常常會緊張 有時候你只要稍微背錯一個地方 其實算出來答案就不對 這一集我會先請大家看一下關西式法簡潔的威力 然後稍微講一下定義式法的使用方式 下一集我們才會把真正的題目帶進去求解 好,首先我們看一下關西式法 這一題它給定了你V, W, Omega 和 Gs 那求 Gamma M 就是直接 W 除以 V 等於 18 每立方公尺千牛頓 接下來第二個 Gamma D Gamma D 的公式是 Gamma M 除上 E 加 Omega Omega 已經是已知了,在這裡 所以 Gamma M 和 Omega 帶進去 馬上得到 16 立方公尺千牛頓 接下來孔隙筆的公式是 Gs 乘上 Gamma W 除上 Gamma D 之後再減掉 E Gs 是已知 Gamma W 水的密度也是已知 而 Gamma D 在上面 於是就可以直接求到 0.66 接著是 S 飽和度 飽和度是 Gs 乘上 Omega 除上 E 那 E 在前面已經變已知數了 所以就求到 0.517 再來 Gamma Sat 等於 Gs 加 1 除以 1 加 1 乘上 Gamma W 已經沒有未知數了,所以就直接等於 19.91 最後 Gamma Sub 就等於 Gamma Sat 減了 Gamma Sub 就等於 10.1 最後需要加入了水重乳這一條公式 我們可以發現 如果你用關係式法的話 首先你的求解必須要非常有技巧 每出現一個關係式都要確保 一條關係式求解一個未知數 所以你不一定每個關係式都可以直接拿來使用 而且要一層一層的推 每使用一個新的關係式時 上一個關係式求的已知數就可以拿下來用 這樣的寫法非常簡潔 你看戰的篇幅只要這樣 而且分數就拿到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定義式法 首先定義式法分成五大步驟 前四大步驟其實都類似 第一步我們要畫出土壤的三項圖 以及有四條基本關係式和九個未知數 來,拿九個未知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那四個基本關係式呢? VV 等於 VA 加 VW 來,總體積等於這三個加起來 總重量等於這三個加起來 還有水的密度關係式 總共至少有四條基本關係式 接下來我們要假定 和土壤中的空氣是等於0 如果題目呢? W和V 已經知道的話 就直接當作以知數標在上面 但有時候題目是會給你總體、單位總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是要假定總體積是1 所以第二步就把以知標上去以後 看未知數剩下幾個寫在這裡 然後我們要分列題目給的定義式 譬如以這一題來說 就有兩個定義式要寫出來 那它們就是方程式的數量 以這一題來說 到最後會有六個未知數 然後方程式的數量就是4 再加上這兩個 也會有六個方程式 於是六個未知數 等於有六條方程式就可以求解 到了第四步之後 你的所有六大數值全部都會出來 接下來你再依照提議去求解 各個不同土壤的性質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然後一次都會提供 解決定 解決定